国际焦点带各位来看到了 乌俄战争是已经进入到了第185天 战事是已经进入了僵局 双方都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而传出乌军最快可能在秋天展开反攻 目前最新的战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交给国际组记者 信仪带我们了解 好的 主播观众 带您看到这个 俄乌战争的最新战况 主要就是在俄罗斯控制的 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这边 俄罗斯军方是控诉乌克兰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至少对核电厂进行周边的建物 进行了至少三次的炮击 但是乌克兰军方他们也回应说 不是 应该是俄罗斯发起这场攻击的 所以双方很显然又是在各说各话 到底谁才是攻击 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凶手呢 现在英国国防部他们也指出说 其实俄罗斯军方在过去5天之内 很可能对于整个乌东地区 包括像是顿巴斯 还有盾内刺客室 周边城镇都加强了攻击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认为 乌军是战上风的状态 所以俄罗斯这样子的行为 很可能就是想要来打击乌军的士气 同时也是要吸引乌克兰军队的注意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战况 根据纽约时报他们就分析说 乌俄战争其实已经打了将近超过半年了 双方其实现在都陷入持久战的准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普清他们就增加了超过13万名的现役战斗人员 很显然就是要用这个缓慢推进的策略 来让乌军打的是筋疲力尽 但是乌克兰这边其实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防额不公已经不是一个上策了 因为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慢慢的是控制这个乌南地区 乌南地区掌管是这个谷物的出口 所以长久下来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相当不利 另外控制乌南地区也可以进一步 让俄罗斯强化控制当地的人民 用一些包括像是公投或者是教育洗脑 铲除反对派等方式 所以长久来看对乌克兰军方 其实都是弊大于力的 所以乌军在过去一个月 其实他们已经舍弃了比较像是传统的巷战 或是这种快攻 火炮 护攻等等方式 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 比较是一种叫做deep war 也就是纵身作战 就是说他们现在会使用 西方给的长城的武器 然后来瞄准俄罗斯一些像是火药库 弹药库或者是基地等等 用这样子的方式 直接打入俄军的军事中心 因此在这篇报道中 他也分析说 其实可以看到 乌克兰现在是比较急的那一方 因此很可能最快在秋天内 秋天之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 乌军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反攻 而除了乌俄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在八月初访台之后 一连又有三个美国代表团跟进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预计将在九月的时候 审理2022年台湾政策法 这个也被认为是直接挑战 美中建交的基础 中国大陆可能会做出 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 预定11月举行的拜席会晤 会不会也因此破局呢 我们再请教圣仪 好的 那这个也是根据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目前美国国会在设台的相关法案当中 就是这个参议院外委会 预计在九月审理的这个 2022台湾政策法是最引人注目的 那最主要呢 也是因为这是被大陆学者认为说 这个法案是直接挑战了美中关系 因此啊中国大陆也很可能会做出 比佩洛西访台就是更 可能有更强烈的一些反应 那这个2022的台湾政策法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由先前访问台湾的 包括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院 外委会的主席梅南德兹 还有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葛雷厄姆这两位这个官员所提出 那在这份政策法里面呢 最有象征意义的 当然就是表示说 把台湾制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的盟友 还有说呢要把这个 驻美国台北的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甚至呢美国会直接 更直接的给台湾就是 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还有加强美台的这个军事合作 所以呢专家就分析啊 这样子的法案一出呢 这个绝对是在升级美台的关系 但相对呢美中关系呢 也会重构哦 也就是说中国几乎一定会做出 就是比佩洛西访台 更强烈的一些举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 台海局势非常紧张嘛 那美国之音呢 其实也引述了很多 这个分析师的报道 他们就说大家比较关心 现在在11月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 是不是可能会出现破局呢 因为现在几乎只要是 有一点点小差错 这个破局 这个会晤很可能就会破局哦 那也是说呢 之前习近平对拜登 可能有一些误解 就是说习近平一直以为说 拜登是可以阻止 裴洛西访台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嘛 所以现在呢 大陆那边是没有证实说 到底两人会不会 会晤会不会继续进行 那北京方面呢 也没有就是确定说 到底这个拜席两人 是不是会在11月的 这个G20上面见面 只是说呢 在裴洛西访台之后 目前可以看到双方都还是 很积极的在准备相关的会晤 只是说呢 美中关系呢 也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紧张 那如果说11月的这个 拜席会晤是破局的话呢 美中关系呢 这些专家他们也预测说 将有可能会 划入一个新的深渊 也就是说那会是一个 全球的这个局势 全球两大强权的这个关系 也将会令大家是 非常担忧的状态 那以上就是为您 掌握的最新情形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